我是赵少康 欢迎来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 台北股市现在开盘大跌435点 上个星期五国安基金进场 我认为了 那么上个礼拜五大涨了552点 那国安基金为什么今天不进场呢 我想国安基金可以来看 因为美国礼拜五收盘也不好 道琼大跌913点 跌了4.55个百分点 NASDAQ大跌3.79个百分点 S&P500大跌4.34个百分点 费成半导体大跌3.18个百分点 所以呢 整个股市 这里在美国也是大跌 不过欧股是涨的 不过都是小涨 就德国涨比较多 涨3.2不是小涨 大涨 德国涨3.7 百分点 法国大涨5个百分点 英国小涨0.76个百分点 欧股礼拜五不错 不过美股在收盘的时候 崩跌 跌到3% 4% 跌得非常多 那台股虽然上礼拜五 大涨552点 涨6.37个百分点 不过呢 今天 刚刚跌的400 现在跌416 414 稍微好一点 跌蛮重的 我看个股来讲也都很重 鸿海跌的4.8% 台数台化南亚 这个台数三宝也跌很重 都是跌4% 5% 这连续跌好几天了 台积电也跌4.8 好一点 刚刚跌5%多 现在跌4.8 现在跌4.6 稍微好一点 我想国安局也许 今天现在进来 先看看市场怎么样 跌赶快进场 接 到时连发科是上涨 上涨1.3% 中华电台 台湾大都跌 都跌了1%多 银行很惨 银行股最惨 赵峰第一 中信金 第一金都跌了4%以上 已经连跌很多天了 赵峰金从34 跌到26 快跌10 快跌到三分之一了 第一金也很惨 都是27块 现在变成17块多 中信金也是 27块变成16块多 因为利息降 利息降的结果 对银行股就不利 台股现在跌384点 稍微好一点 我们看天气 今天3月23号 明天3月24号 清晨东北风稍微增强 北部举东北部 天气稍微转凉 北北基的温度 今天20到24度 降与距离10到50 陶珠苗19到25度 降与距离10% 中张头2029度 云加南20到30度 高频22到31度 降与距离都是0 宜兰21到25度 降与距离40% 花点22到25度 台东23到27度 降与距离20% 外岛14到26度 降与距离0到30 高频最高还有31度 蛮高的 不过北北基最高 最24度 跟昨天比 下来蛮多的 国际奥会紧急会议 刚中晚新闻也有报 东京奥运没有取消这个选项 只有延起这个选项 距离表定的东京奥运开幕时间 现在是倒数122天 到底打不打 就是到底举不举行 不是打不打了 目前还没有定案 国际奥会昨天22号召开 紧急会议 讨论东京奥运 到底要怎样 会后国际奥会主席叫巴赫 所预计在一个月内 做出决定 还有一个月内 也不能不再决定了 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只讨论 延起这个选项 取消完全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 2020东京奥运 到底照常举行 还是延起开赛 或是取消 世界各国尤其体坛都非常的关注 那国际奥会在台北时间 礼拜天召开了一项紧急会议 主要讨论就是新冠肺炎 对于全球体坛的影响 还有东京奥运在新冠肺炎疫情 笼罩下的前途 那么他们说一个月内 要做出决定 他的这个讨论里出现的选项 只有延不延期 没有取不取消 甚至呢 议程都没排进去 就根本没有排这个取消的议程 奥会主席叫巴赫 他说呢 职委会强调 取消2020东京奥运 不会解决任何人的问题 或帮助任何人 所以呢 取消不在讨论的议程里面 但是 虽然国际奥会态度立场很坚定 可是呢 很多国际体坛的重量级人士 好几个单向体育总会 都希望东京奥运能够延起 因为呢 现阶段全球的疫情 不单单是不敢去日本 连那个出国运动员都很紧张 现在连这个国际旅行 他们都很紧张 另外有居家检疫者 到夜店跑趴了 年轻嘛 很多年轻 回来留学生等等 年轻 你要知道以前你谈的留学生 想的一定都是研究生 现在不一定了 现在很多 现在很多是这个 这个大学生 很多人出国是念大学 不是只是念研究所 以前哪有出国念大学 几乎没有 除了外交官 除了一些特别的这个状况 一般都是毕业以后 才可能出国留学 而且最早的时候 没有奖学金都很难出国 你自己怎么 台币换美金 你换死你 怎么可能 除非家里非常非常非常有情 那非常少了 基本上你一定要有奖学金 要不要去打工 到那边去打工 所以大学生是不可能的事情 只有研究所才有可能 那现在不是这样 很多大学生随便念 甚至还有中学去念的 所以这很年轻 研究生也许他年纪大一点 还可以稍微稳一点 那高中生大学生 根本像 就是还没有 个性还没有完全稳定 喜欢玩等等 正常了 就在美国 哎呀 美国大学 很多时候很好玩的 对不对 抽大麻了 在一起 这个 喝酒了 然后各种party了 等等 好 那回台湾 所以在美国 很多年以前 那个父母 对男生 是teenagers 就怕他吸毒 女生就怕他怀孕 那女生现在不止怀孕了 也怕他吸毒 好 那所以呢 他们现在回来 回来 到底 总是有晚上这样 乱跑的 是有的 他在美国也是这样 美国不是都烂学 那个好学校 比如说上礼拜 我们看了一个新闻 Princeton 那很好的学校 非常好的学校 Princeton 学校说 好了从明天开始 我们都 学校不上课了 都要网络上课 今天晚上那些学生 还聚在一起 开个party 这个 不上课 关闭课程的party 也要part一下 好 那么 因为现在接受居家隔离 或居家检疫人数暴增 所以呢 侯友宜 在晚间 警政署长 陈嘉欣 内政部次长 陈仲彦 陈同夏呢 展开KTV娱乐场所 联合机场 通常很少了 通常这个 去机场 就 市长都很少去了 一般就警察局去 他现在不但侯友宜去了 还有警政署长都去了 好 要去看 侯友宜说 只要发现居家检疫 或隔离 居家隔离民众 偷偷跑出来 要趴趴走 一定最高 重罚一百万 很重哦 你去 去party party一下 然后罚一百万了 还不来啊 一百万不少钱了 换成美金也很多 三万多 三万三 那最近因为大批 美国跟欧洲的 这个民众 特别是学生回国 所以呢 他们这是大规模 高规格清查 锁定大型KTV 吊虾场 网咖 电玩店 舞厅 汽车旅馆 撞球场等 希望检疫的民众 不要心存侥幸 到处跑跑 走 侯友宜说 有一个住在三重的 黄信南 只违反居家检疫规定 到台北市夜店 跑趴 被警方查获 市政府决定重罚 他现在比一百万元 侯友宜说 不需要看到 不通风的地方 挤了一堆人 会有造成交叉 感染风险的 风险 被逮到 不会客气 一定重罚 一定罚一百万 而且送集中检疫 给你关起来 到集中隔离的地方 新北市卫生局 接着就讲说 黄信南 违反检疫规定 到密闭空间的夜店 显然有 严重危及 他人安全的恶意 所以 从众 处罚一百万元 强制安置 就觉得你很坏 其实他不见得 有这个恶意 他一种 他自己没病 但是万一你有 你不是在密闭空间 就传染别人吗 所以你是坏蛋 你是有恶意的 德国总理梅克尔 自主管理 英国 麦当劳民集关闭 这蛮惨 德国传出 德国总理梅克尔 在接种疫苗的时候 曾经跟一名 确诊 新冠肺炎的医生 有接触 所以梅克尔 决定自主 居家隔离14天 等待进一步的 检测结果 而西班牙 比利时跟捷克 纷纷决定 延长国内的紧急状况 跟边界的封锁期间 我是赵少康 回你回到赵少康 时间的现场 台北故事 现在下点341点 德国总理梅克尔 因为他打疫苗 不打什么疫苗 医生帮他打 这个医生得了病 所以他到底接受了多久 不知道 另外呢 英国的麦当劳 宣布 从3月24号开始 全英格兰跟爱尔兰的店面 都要暂时关门 那为什么 英国麦当劳 冤意过严重 新冠肺炎疫情 整个欧洲 欧洲本来是很高贵 对不对 想到欧洲想到是什么 欧洲感觉什么 很美丽 很优雅 很高贵 与其他国家不同 现在从高贵变得慌乱 整个欧洲的步调 都被打乱了 欧洲步调应该是蛮悠闲 现在传出德国总统梅克尔 可能也中了新冠肺炎的招 所以德国政府发言人 塞伯特表示 梅克尔是在3月20号 接种肺炎 肺炎链球菌疫苗的时候 跟一名确诊感染 新冠肺炎的医生有接触 在安全考量下 梅克尔决定自主居家隔离14天 等候进一步的检测通知 这东西讨厌 我跟讲新冠肺炎 就是你不知道 SARS的时候 你大概还知道 发烧号的 这根本没有症状啊 你怎么相信 你怎么会想到 给你打疫苗的医生有问题呢 医生他总是 比较会防护 比较会隔离 比较会消毒 比较会避免吧 医生 今天你去看病 你这不说 你就给医生 医生中标 你怎么办呢 防不胜防 他的麻烦 为什么大家恐惧 有人觉得 你不要恐惧 是啦 也不需要过度恐惧 但是为什么会担心的原因 就是说 你不知道啊 你今天上捷律 你旁边坐个人 你不知道他是怎样 他也不咳嗽 他完全没症状啊 他搞不好看起来比你还正常啊 就他有了 你怎么知道 你也不知道 而且你不要以为 这个人跟人之间 好像距离很远 我跟他阶级差很多 没有差那么多的 没有差那么多的 几步可能就到了 你认识他 他认识他 他刚好跟他就有什么关系 就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看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吧 就这样得了 或是这样 被怀疑有可能得 是吧 所以呢 没客人去检测 那另外呢 欧洲很多国家都紧急 紧急寄出这个管制 跟边境封锁的措施 说效果很好 所以呢 西班牙跟比利时决定 疫情没有稳定下来之前 西班牙的紧急状态 要延长两个礼拜 到4月11号 比利时的卫生部长说呢 全国封锁的时间 至少要在八周 大陆搞多久 你自己看嘛 武汉搞多久 武汉从1月23号 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解 只是说可能分次分批 1月23号到今天多少 今天是3月23 已经两个月了 他们都搞两周 两周 不过当然了 就是欧洲老百姓 你给他搞两周 他已经疯了 你要搞两个月 他只好一步步延嘛 让你们先两个礼拜 有点希望 说两个礼拜我就解封了 两个礼拜到了 再延两个礼拜 再延两个礼拜 那情况没改善怎么办呢 捷克除了考虑边界管制延期到六个月 哇那很久 六个月之外 六个月很久 急需医疗物质 你知道捷克在欧洲国家里面比较穷了 结果等到没有 等到谁呢 中国大陆给他的 中国大陆还有余力 给他多少不少 七百万个口罩 两百万个防毒面具 大陆给捷克七百万副口罩 两百万个防毒面具 英国 疫情快速升温 麦当劳暂时关闭店面 麦当劳说从台北 3月24号起会全部关闭 英格兰跟爱尔兰 进了所有麦当劳的店面 降低感染风险 这些素食店如果关的话 吃饭还真的有问题 餐厅就不给你进去 餐厅现在很多美国餐厅 不在店面里面 你只能外带 很多人可能就 像这种素食 可能 我不知道美国素食开不开了 说法国 有一个马拉松跑者 在自己家的阳台 跑完全马 阳台当马场 马拉松 在法国有一个 32岁的马拉松 这个选手 乔默为智 那伊丽莎 没有马拉松可以跑了 在自家的阳台 跑马拉松 而且影片上传 我没有骗你啊 我上传给你看 我真的在阳台上跑啊 跑啊 我可以算 我跑多少步嘛 跑多少时间嘛 那公开 这个乔维默智 公开他创下马拉松 阳台马拉松记录 他的阳 他的阳台有七公尺长 七公尺长 算是正常了 花了六小时 48分 折返跑了六千次 总共42.2公里 完成了一场全程马拉松 42.2公里 他反正算得出来嘛 我阳台多长 我跑多少次 那他参加过很多 正式的马拉松的比赛 法国全境实施居家隔离 所以没有办法跑了 那他跑 他就是运动 他说 在阳台跑了将近七个小时以后 感 你觉得怎样呢 感到恶心想吐 你怎么感到好受呢 跑七公尺 七步就再搞一次 转过来转过去 光那个跑 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就运头转向 那他说呢 如果政府把原定的 15天居家隔离 期间的延长 他考虑新的挑战 再来一次 阳台全马 或在阳台进行 12小时的居家训练 这小子很有毅力 Domingo确诊 Domingo确诊 世界上的南高音 Domingo 惊喘确诊 他说呢 他进来出现发烧跟咳嗽 所以呢 去检查 杨姓 正在家自我隔离 他说一切情况都很良好 我们休息一下 走 我是赵少康 你回到赵少康 时间的现场 特别股市 现在跌315点 好一点 不像开盘跌那么多了 跌了3.35% 现在跌3.35% 稍微好一点 不过还是一片绿油油了 当然政府是鼓励大家了 说不要怕不要怕 因为今年股价低了 所以股息会很高 因为股息还没发 因为他们很多都开过股东会了 或者是董事会了 就决定要派股息 都给很多 但是问题是 你不能为了股息去买股票 你还要看到股票本身 假如股票本身我跌了10块 我股息拿个2块 我还是损18块 所以两个都要看了 可能不能只看一个 人民币现在7.094中间价 人民币升值1.12分了 稍微好一点 之前变得比较凶 我们看Domingo Domingo Paparotti已经死了 三大剩两大了 Domingo几岁呢 79岁 他发文要大家格外小心 经常洗手 并跟其他人保持至少6英尺 6英尺多少公尺 1英尺30.54公分 所以6英尺1.8公尺 至少1.8公尺 6英尺30.54 我现在乘乘6 6英尺30 18.3公尺 1.83公尺 一切可能阻止病毒扩散 距离1.8公尺 我们通常觉得距离1公尺都不容易 Domingo呼吁他的FANS 遵守法规 确保安全 那么奇怪 这个三大南高音 你看跟他接触人应该也都 不是一般人 你能接触得了三大南高音吗 很难吗 他这也得了 我就讲 我就说这个东西有点 防不胜防了 因为一个人不可能离群而锁居 不可能说都不跟别人接触 什么都不跟别人接触 就光一个把自己关起来 你关起来有人服侍你 你再有钱的人要不要管家 要不要帮佣 要不要人家帮他开车 通通要 那些人你怎么管他生活 你不能把那些人都关起来 他有家 他有家人 他有朋友 他有他的社交 他有其他的活动 他要出去 他帮你到外面去做事情 买东西等等 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讲 我说这个病毒寄生上流 没有说一定是什么 你的阶级 你的收入 你的官大官小 其实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社会已经大家都在一起了 也许我没有你有钱 但是还是在这个社会里面 你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避免掉了 意大利真的是蛮惨的 他的总理孔帝形容 这是遇到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危机 很多国家都这样讲的 川普说我好像是暂时的总统 梅克尔也说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德国面临最大的挑战 意大利也说 二次大战以来最大的危机 意大利持续发烧 疫情 毕竟六万确诊 死亡五千四百七十六个人 非常危机 日前单日死亡七百九十三人 一天 昨天一天死了六百五十一个人 所以蛮厉害的 那他说 总理说 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危机 现在执行的许多禁令 是别无选择的决定 大家必须要团结抵抗病毒 今天的牺牲 是为了明天的自由 那意大利现在除了超商 药房跟超市之外 生产活动都停了 他也说民众不必急着抢购食物 政府的库存供应量非常充足 但是老百姓相不相信是回事了 你刚才讲很充足 很充足 那不一定是我的 等等 好吧 这个全世界都面临相同的情况 中研院 中研院的群聚扩大到四个人 一个老师 所以老师是很危险的 老师到美国去 不知道怎么得了 回来以后 就跟学生讨论 就传染了三个学生 这三个学生 还有别国的 德国的跟奥地利的 而且不是老师先发病 是学生先发病 发病后再去看 跟他学生接触哪些人 再去再给他们检查 发现老师 这老师不是没有病症 他是有病症的 他是有病症的 可是我一看 这个东西是讨厌 是说他有病症 而且他出了国了 可是呢 你看我看他的时间 这个老师五十几岁 第160案 3月1号到10号 到美国开会 开了10天 回国以后 14号头痛 就医 喉咙痒 有轻微的干咳 胸闷 头痛 结果去就医 也没有诊断出来 照理想 这个医生应该有警觉 从美国回来 不过那时候 大概觉得美国很安全 大概只问 有没有从武汉回来 有没有从大陆回来 有没有从北海道回来 有没有从韩国大学回来 其他大概 或者有没有从伊朗回来 其他好像就没有那么在意 或他也不是从意大利回来 美国回来 美国有什么关系 他已经头痛了 喉咙痒 干咳 胸闷 还没有把他 根本没有把他诊断 我觉得了 回来以后 他就传人给 一起开会的三个学生 他的学生一个124案 你看他160案 最早被确诊 一度找不到感染源 指挥中心很担心 结果这个老师 结果去检查 怎么会想到这个老师 没想到 想这个学生一定 学生跑跑照 跟他的朋友 同侪等等 没想到是个老师 本来说这学生哪里来的 也没出国 都没有 怎么回事呢 那两个外国学生也睡了 德国跟奥地利人 也没出国事 而且这个确诊 曾经在基因体研究中心 跟工作人员一起吃饭 这个基因体 基因体的研究中心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新冠肺炎快筛事剂的实验室 就在这个里面 这个楼里面 基因体中心大楼里面 所以会不会又扩散 所以他 我就告诉你 这个就是防不胜防 他没有想到 他没有症状 他其实有症状 他自己 他不是没有 他头痛 肝壳发烧 喉咙痒 但医生就疏忽了 就觉得大概不会吧 从美国回来 美国怎么会呢 等等的 就反而学生 大概确诊了以后呢 回头再感染 再去检查 才发觉老师有 那到底这中间 接触了多少人 都不知道 我们续续续续续续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我是赵浩康 欢迎回到赵少康 现在现场台北股市 现在跌254点 有一个新的新闻 到底这个病毒起源是哪里 大陆那个中南山 曾经讲 他说是在中国发病 没错的 但最早不一定在中国 咦 这个话就很奇怪 那最早的时候 曾经说是美国 传到中国去的 因为他们的理由是说 好像去年10月 在武汉有一个 武汉办了一个 全世界的军事运动会 它不是第一届 已经好几届了 办军事运动会 美国有派 派100多个人去参加 结果呢 中国是第一名 它有那个团体奖 拿几个金派 银派 铜派 中国第一名 然后美军第几名呢 美军35名 你很难想象美军35名 对不对 美国军人是很强的 美国那种什么陆战队 什么两栖部队 那是很厉害的 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 我的数学老师 师大叔数学系毕业 好壮 柔道高手 他不是数学厉害 柔道也厉害 他多厉害 他跟我们讲 他到电影院去看电影 然后一个爬手 把他钱给爬了 他引为起始大路 狠气 他连续几天再去看电影 他那个口袋就装了一些 假装是钱的东西 比如说卫生纸 塞得满满的灯 果然那小偷又来爬 对不对 他这有警觉了 他说他当场就把 那个爬手的手 当场一把抓过来 啪一下就扭断 好狠 当场把他扭断 不送警察了 送警察你根本就放了 当场扭断 他很厉害 他就想要说 他看那个电影 比如以前战争片 他会看那个美军 或是看一些演习的片子 那个美军陆战队 哇 那个机关枪 听起来就跟 拿个小鸟一样 他说那个很重的 他自己扶兵的时候 那机关枪很重 怎么可能这样走路 所以你知道 美军的训练是很厉害的 美军也不是给你 不是吃素的 你要知道美军的 什么西点军校 美国海军官校 空军官校 那个学生都非常厉害的 非常优秀的 你要进西点军校 你要两个国会议员 那不是 台湾推荐你 我如果当地委 别人来说 你给我推荐 还把推荐推荐 老美拿那么轻易 给你推荐 那个是要很认真的 因为先知道我的名誉 我推荐你 万一你不好 我展了 那这是工科要非常好 体育要非常好 就算如此 西点军校在 第一 就是像我们那个 官校 你要先去 先去受训两三个月 那个基础训练 入学训练的时候 就淘汰了四分之一 都淘汰掉了 很厉害的 怎么可能拿35名 这怎么可能拿35名 所以他们就说 这显然有诈 显然派来的 不是真的那个厉害的军人 显然那个派来的 搞不好是化学兵 什么之类 故意来这边散读的 等等 那本来 网路上 我们都知道 都听了很多 我想你也 很多地方都看到这种讲法 但没有人把它讲出来 觉得说这东西 也没有证据 居然大陆那个外交官 那留什么东西 居然把它讲出来了 讲出来以后 发言人 大陆发言人 川普就很生气 你说我们放毒 等等 所以就把那个武汉病毒改成 把那个新冠肺炎改成 中国病毒 Chinese virus Virus是病毒 Chinese virus 反正这两个国家 为这个还吵一架 等等 那到底怎么回事 今天突然一个新的消息 说意大利 马里奥内 隔离药理研究所的主任 叫做雷姆奇 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 去年11月起 意大利的老年人身上 曾经看见过一种 奇怪 而且非常严重的肺炎 所以他认为这种疾病 当时已经在人民 不知情的情况下传播 那到底是什么 不知道 一些是意大利北部 那这个现在最严重的 伦巴底大区 在去年11月到12月 就不明肺炎 那这个雷姆奇呢 是接受美国全国公共电视台 NPR的访问 他说呢 他们呢 这些医生记得 曾经见过奇怪 就非常严重的肺炎 特别是发生在去年 11月到12月的老人 老年人的身上 所以呢 他说这代表他们意识到 在病毒在中国爆发之前 病毒至少已经在 北部伦巴底大区传播 科学家现在正在持续寻找 这个新病 新冠病毒的发源地 那到底是哪里 到底是中国呢 是美国去放毒呢 还是意大利呢 不知道 到现在不确定 因为好吧 就算是意大利 在去年11月到12月 发现这个情况 也不表示意大利最先的 不知道 也有可能还是中国 只是呢 传到意大利去 就是最早的时候 我也认为大陆开始 引力疫情了 不要听说了 那不引力 怎么会一直拖 拖到月23号 果汉在封城 但我现在回头想 也不一定 因为不知道 这是个什么东西 真的不知道 是个什么东西 连那个李文亮 他们都认为是SARS 有没有 他们在 他们八个人 在群组上讲的 也认为是SARS 这些医生 医生都看不出来 一般人怎么看得出来 中国医生都看不出来 意大利医生 怎么看得出来 因为中国医生看过SARS 意大利说 这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所以 有没有可能开始 根本不知道是什么 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你怎么去 你怎么去讲呢 比如说现在出现这种怪病 那是什么 很像SARS 然后又不是SARS 等等 所以到底最初从哪里来 不知道 那为什么要知道最初从哪里来 也想了解到底怎么回事 就是说 在预防的角度看 可能也应该知道 到底怎么回事 预防以后再发生 比如假如你说 的确是吃野生动物来的 然后就原进吃野生动物 类似这样 你总要知道吧 而且人本来就好奇 所以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会搞成全世界大乱成这样 台股现在跌294点 昨天新增的是16个 13个境外移入 三例是本土 不要看三例本土 已经比以前多了 以前最多一例两例本土 一天跑出三例本土 而且年龄的分布很广泛 从十几岁到七十几岁都有 所以我国现在确诊人数 到了169个人 而且本土确诊案里 有一个护理师 那到底哪里来 也不知道 护理师被谁改染 有没有可能其他的护理师 或是他家人 不知道 或是社区等等 不知道 那因为这个护理师讨厌 对不对 因为护理师他照顾 其他的病人 所以就 大家就担心 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好 那环保署好像刚刚也发布新闻 说他们也有一个确诊 说是因为到参加什么埃及团 什么团 好像都是旅游 旅游团感染比较多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是赵好康 欢迎你回到赵少康 现在现场 特别股市现在跌308点 美国的疫情 现在一直往上升 不但有时候 不能这样讲 为什么 因为一个美国等一个欧洲 一个美国就差不多等一个欧洲 你看那个范围 就差不多这样 三亿人口 欧洲之所以要组成欧盟 也是要对抗美国 担心欧洲这样 你一国我一国 彼此都世仇 很多跟那个国打 那个跟这个国打 到最后就被美国各个歼灭 所以欧洲要联合起来 欧盟最早是这样来的 否则欧盟干嘛联合来一起 德国法国根本是世仇 但是没办法 因为有个更大的敌人在那边 所以还是要联合起来 英国夹在中间当时有点尴尬 机场什么地方病毒量最高 说机场三个地方 他们经过研究 哪三个地方 后机室 贵宾 公共厕所 其实后机室贵宾都一样 都是等飞机的 后机室贵宾 公共厕所 这机场三个地方 那你不可能不后机 那讲也没用 那只好那个地方加强消毒 或者是你去的时候 要小心一点 那你同样觉得 贵宾是比较尊贵 都贵宾 都是上午餐以上旅客 那也很多 而且很多贵宾宾 挤到钥匙里面 人很多挤 所以也容易染病 那说上海有六个病例 都曾经在台湾转机 所以现在要禁止 转机也不能转了 从3月24号明天 凌晨开始到4月7号 两个礼拜 全面禁止旅客登机 来台湾转机 马上要清明节了 好像从4月2号开始放假 台湾是2 3 4 5 因为清明节是礼拜天 所以就变成说 礼拜四礼拜五 礼拜六礼拜天 能够不回来就不回来吧 能够不要去 你在台湾就派个代表去记 也被全家都记 满山遍野都是人 真的台湾人很孝顺的 到清明节之前 头几个礼拜其实就已经开始了 我记得有一年清明节我出国 那给我急死我了 提早几个钟头到机场 都到不了 整个路都是满满的 怎么走都到不了机场 都是塞满的车 英国因为首相已经发出警告 就大家母亲节不要回家看母亲 发现英国人平常 大概不跟母亲在一起 如果平常都跟母亲在一起 不必回家看母亲在家看母亲 平常大概都不在 他们独立嘛 那很多就是母亲节一年那么一次 或者过年回去看看 他说母亲节你回去看妈妈 你可能就害死你妈妈 英国已经发出这样的警告 因为老人身体比较弱 你在年轻人在那边跑跑照 灾染病毒你也不知道 回去以后刚好把病毒带回去 意大利就是这样 意大利因为重视这个家庭关系 经常是祖父母带孙子 因为父母要工作 所以年轻人在那边不怕 回去后就把病毒带回家了 所以英国已经警告了 母亲节你这孝顺妈妈就 最好的孝顺就是跟她保持距离 最好的效顺就不回去看妈妈 看她你可能把她害死 这话多严重讲 英国已经紧张到这个地步了 好那么因为坐飞机 等等是有一定的风险 转机都有风险你看 转机现在等于外国人 不能入境台湾 过境也不行了 过境都不给你过境了 因为有两个以色列旅客 到美国18号从洛杉矶出发 到台湾转机到19号到上海 这两个现在得病 当然你可能会认为 就他可能会认为 说我在台湾转机得到 就像上次我们不是有人到了 意大利到哪里 那个时候你记得吗 旅行同 那时候还没有怀疑意大利 就加四口有没有 就回来不是经过香港 经过曼谷吗 都怀疑是不是在转机被赶人 显然不是嘛 但你都不知道 他就会 总是会这个地方有可能怀疑 那个地方有可能怀疑 另外有从芝加哥转机到上海 到台湾转机 有从法国到台湾转机到上海 有从洛杉矶转机到上海 反正就是我也不懂 这些为什么要在台湾转机 可能有些机票的问题 你愿意转机 这机票就便宜 直飞就贵很多 你愿意转一个 我时间没有那么了不起 我只是 我时间多得很 比如有些人 我宁愿节省我的机票钱 新加坡也边境管制 外国短期旅客禁止入境 或过境新加坡 所以也等于是分国了 北京最严格了 所有非北京国际航班 有12个指定入境点入境 检疫是阴性以后 再能够搭原机回北京 所以对北京 因为北京最近光新增的病例里面 有百例 北京已经有一百 将近百例是移入的个案 所以他怎么办 他现在就是说 所有国际航班飞到北京 都要在天津 石家庄 太原 呼和浩特 上海 浦东 济南 青岛 南京 沈阳 大连 郑州 西安 12个指定的低入境点入境 先检疫 然后核条件 再搭原机到北京 就是我原来是直飞北京 我现在不是 所以昨天我就看到一个女的 她到呼和浩特 被留在那边 在旅馆里面 隔离检疫了 14天 北京本来规定 你到北京都要在北京隔离14天 隔离不是居家 觉得这都不安全 他保护他的首都 大关都在那个地方 中了标怎么办 所以你就看得出来 北京跟美国的华盛顿地 是有很大的不同 副总统办公室中标了 所以完全不同 所以他现在怎么办 飞机都不给你直接进去 你要飞北京的飞机 在外面12个地方 要到北京 在上海先降落 我先在这个地方降落 先在呼和浩特降落 先在什么沈阳大连 郑州西安降落 在那个地方检疫 先检查看有没有问题 而且我看他们在网络上讲 问非常多的问题 你从哪里到哪里去 你过去的旅游室 完了以后就给你检查 做抽检体检查 没有问题 而且在看你的旅游室 没问题 才放你到北京去 剩下的就在当地 先隔离 他把北京变成 前面有一个 等于是一个过滤 在这边先阻挡 非常严格的 我看到女的写 他飞机 比如一般假如100个人 我忘了多少人 后来整个飞机 大概只有19个人 能够到北京 其他八几个 都留在呼和浩特 搞到蒙古去了 在呼和浩特去隔离 你就知道 他们的严重性到什么地步 油价 油价现在说 只5759 跌到一字头了 好我们时间到了 谢谢你收听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